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你们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产经纪鲍博胡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向您问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4号 星期五奴隶10月11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加拿大超市利润创新高 大量移民将令楼房市场复苏 加拿大洋行不排除12月大幅加息 莫德纳新二家疫苗获批准 多伦多农务多航班延务取消 安省伙食费最低标准 安省通过立法打击非法罢工 安省教育工作者大罢工 下面看一下具体内容 加拿大超市利润创新高 达尔豪斯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发现 与过去五年的平均表现相比 加拿大前三大杂货商 今年的利润比过去更高 批评者指责杂货商正在进行贪婪通胀 这表明当食品价格已多年来的最快速度上涨之际 杂货商从中募取暴力 报告发现唠叭唠尤其值得注意 因为它的表现不仅超过了五年的平均水平 而且比任何一年都好 这家杂货连锁店 在2020年上半年的毛利益 比之前的最佳业绩高出1.8亿元 相比之下 Metro最近的毛利益 比过去五年的最佳表现低1100万元 而Sobit上半年的毛利益 比最佳业绩低3700万元 报告表示 由于缺乏更详细的财务数据 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三家超市公司 今年年的业绩都超过了平均水平 达尔豪斯 上天院会计高级讲师说 我们想知道杂货店是否利用高通胀时期的 对食品收取了过多的费用 根据国际财务报告标准 上市公司可以将具有相似特征的经营部门归为一类 一路 捞不捞的零层部门 包括杂货店 药店的销售 以及其他健康 美容和一般商品的销售 因此尚不清楚业绩好的来源是食品还是婴儿服装或化妆品等其他杂物 管理以食品安全专件说 杂货商店的财务报表透明度不够 卖食品和卖口红不是一回事 这些公司规模庞大且非常多样好 因此建议将食品销售与其他销售分开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 9月份食品杂货价格同比上涨11.4% 这是自1981年以来的最大涨 食品价格飙升 促使加拿大竞争局其中的一项关于 食品杂货行业竞争的研究 但杂货商称他们的利益也没有改变 老婆老副总裁表示 通货膨胀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不是加拿大独有的 我们货架上的价格代表了许多成本和供应链上游的许多公司 这是真理食品价格的又一项研究 他甚至没有进一步向供应链上游走一步 包括全球制度上的主要价格上涨 食品安全专家建议 老婆老捍卫其立场的最佳方式 发布完整数据 否则单纯的辩护没有太大意义 加拿大零售委员会全国发言人认为 杂货店的整体收入 疫情期间有所增加 但利润相对未定 大量移民令楼房市场复似 11月1日 联邦政府宣布未来三年移民引进计划 从2023年到2025年 分别引进移民46.5万 48.5万和50万 经济学家表示 此具有利于推动更多住房建设 加拿大住房供应量 是住房市场从当前下跌任务恢复 加拿大RBC银行高级经营师说 联邦政府未来移民中包含建筑领域的技术工人 这些信赖者的到来将填补建筑业的用工短缺 有助于加快住房建设 当前由于劳动力短缺 住房供应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加拿大另一类政策研究中心的高级经济员 对此亦表示同意 他说 移民在加拿大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在建筑行业建筑工人中移民人数越来越多 BMO 银行经济失说 从长期看 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有助于住房市场走出当前的下跌趋势 附近房价上涨和价值上升 我们看到那些人口增长强劲地区 住房需求旺盛 房价上涨 加拿大CRBC银行国际市场经济失说 市场预计2023年春季房价最少下跌30% 会因为新移民的到来有所缓和 新移民的住房需求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 希望到2024年 央行加息导致的案件率的上升情况开始减轻 为当前正在观望的购房者打开一个陆市购房的门口器 经济学家含指出 大量移民用也加大了住房需求 需要三级政府加大住房建设力度 增加供应量 今年10月25日 乌萨政府推出立法 未来10年建设150万套住房 多伦多市政府也计划到2032年 额外建设28.5万套住房 加拿大住房建设战略计划 未来10年投入720亿元提高住房建设 在大舵区 今年第三季度新建公寓数量传记录 按年比增长了45% 供应量不足是导致住房紧张的唯一原因 疫情初期的历史性交低利率 使得投资房产大增出现了需求泡沫 现今利率快速上升 已经消灭了投资需求 市场正在恢复正常 一旦泡沫打破 市场对于首次职业者和信念者的当民便会打开 加拿大洋行不排除12月大幅加息 加拿大洋行行长周二表示 加拿大洋行不排除再次大幅加息以对抗通胀 他承认 加拿大人感到被快速上涨的物价宰了 行长在参议院银行贸易和经济委员会 回答问题的时候 虽然洋行开始看到加息的迹象是经济放缓 但仍处于需求过程状态 展望未来 利率需要继续上升 也许需要更大幅度的一次加息 让我们可以回归到正常的经济环境 加拿大银行上周的加息幅度为50个基点 小于外界的预期 目前已经将政策利率提高到3.75% 令市场感到惊讶 塔航预测经济将在未来三个季度停滞 与此同时通胀率 已从8.1%的峰值降至6.9% 但仍远远高于洋行2的目标 潜在的价格压力仍有光泛的基础 航长说 我们的任务是价格稳定 我们离这个任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高通胀了 我们重新发现 它忽视了社会结构是人民费怒 人民感到被骗这就是通货膨胀的一个大问题 这也是我们必须把它降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早些时候 它重新加拿大洋行将需要更高的利率来对抗顽固的通货膨胀 利率在提高多少将取决于货币证词是如何减缓需求的 供应挑战是如何解决的 以及通胀和通胀预期是如何回应这个紧缩周期的 提高利率对于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现 恢复价格稳定并不容易 莫德纳新二价疫苗货币证 加拿大卫生部已批准莫德纳针对成人奥米克隆 BA.4、B2.5变种更新的二价新冠疫苗 监管机构周四表示 确定莫德纳二价疫苗是安全有效的 加拿大卫生部在新闻广中说 临床实验结果表明 加强剂量的二价莫德纳疫苗 不发了对奥米克隆BA.4、B.5和最初病毒的强烈免疫反应 不作用轻微 与之前批准的疫苗版本相似 更新后的疫苗是两种毒株的结合 也称为二价疫苗 它包含原始疫苗配方和针对奥米克隆变体 BA.4和B.5的防护 医生建议加拿大人及时接种新冠疫苗 以预防严重疾病和感染病化症纠约 加拿大卫生部批准了针对奥米克隆B.1 自变体的莫德纳疫苗的早期版本 国家免疫咨询委员会 建议将更新后的疫苗提供给那些 被建议在秋季接种加强级的成年人 多伦多农物多航班延误取消 周四一早加拿大环境部就对安益省南部27个地区 发布了大雾警告 即会产生危险的驾驶条件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说法 大雾天气将炮使驾驶者在周四早上的通信中 应对近乎零的能见度 这可能会增加发生事故的危险 能见度可能会突然显著降低到接近于零 即出行会很危险 如果驾驶时能见度降低 请减速 请注意前方车站的尾灯 并随时准备刹车 即周四晚间的驾驶条件会好很多 因为雾气会对晚线事故消散 但是在周三傍晚以来 浓郁的雾气就一直笼罩在多伦多 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筛出了朦胧的照片 根据数据 周三有177架离港航班和172架路径航班在皮尔森机场延误 路径航班延误的数量也是全世界所有机场中最高的 虽然预计大雾将在周四晚线事故消散 但延误问题却始终困扰着皮尔森机场 机场通过社交媒体警告旅客 他们的出行可能会受到影响 截至周四上午11点 缺顿机场已经有51趟路径航班延误 24趟路径航班取消 另有84趟路径航班延误 25趟路径航班取消 安神伙食费最低标准 沃泰华公务卫生局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在疫情期间 该市家庭的食品开销上涨了20%以上 许多人必须借钱才能吃上健康食品 卫生局的调查显示 沃泰华一个四口之家 每月的健康膳食开销 至少要1088元 一个单身人士每月的健康膳食开销 至少要392元 对于那些依靠安省社会付对金 或含障援助付对生活的四口之家 以单身人士来说 购买水果和蔬菜等健康食品意味着负债 根据受访者提供的信息 一名男性成年人每月领取863元社会付对金 支付租金和健康膳食费用后 每月将负债588元 对于四口之家而言 两个成人和两个孩子的家庭 每月领2760元的社会付对金 支付租金和健康膳食费用后 每月将负债209元 研究人员查看沃泰华 十四家商店的六种不同类别的营养食品 并追踪了他们的价格 这些食品涵盖四个类别 蔬菜和水果 蛋白质食品 香菇物以及脂肪和油 调查结果表明 如果要活去健康膳食 固定收入和低收入的个人和家庭的月底 将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其他的账单 公共卫生局呼吁提供更多的社会援助福利 提供可复旦生活的工资的工作 提高基本收入 推出经济试用房 公共儿童保育 以及降低收入家庭的所得税 以及提供免费的薄税服务 安省立法通过打击非法罢工 安省政府已经通过立法将执行教育支持工作者的四年工作合同 这样一来 公会在周五计划的罢工行动就成为非法罢工 省府也表示 要坚决打击所有非法罢工行为 同时教育厅给各教育局发了通知 也要求尽快转为线上教学 而孩子们的学习不被中断 据报道 在法案投票环节 现场在座的公会代表成员发作喊叫和知名 最终被立法会警员驱逐 教育厅长表示 政府做了有诚意的努力 但是工会不肯让步 也不将罢工威胁从台湾桌上移除 我们希望为了安省200万学生的利益考虑 保持课堂开放 但是工会让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通过这项 让学生们留在课堂的新法案 在教育厅长发表评论前不久 工会的谈判委员会发布了一份证明表示 双方的调节已经结束 很明显政府没有医院谈判 他们花在法案上的时间和努力 只会剥夺教育工作者的宪章权利 他们应该把这些放在与教育工作者达成协议上 并确保学生们的需求得到保护 工会此前已经表明 不论立法内容 工会成员都将在周五罢工 根据法案的部分内容 违反规定罢工的个人 每一天最高会被罚款4000元 组织罢工的工会每天将最高被罚款50万元 据报道安一省教育厅影响各教育局发布通知 要求他们制定计划以确保学校开放给尽可能多的孩子 目前各教育局已经发出通知 如果罢工学校出于安全考虑必须关闭 但安一省政府提出要尽快转化成远程教学的要求 同时要求各教育局继续通过多种渠道 与学生家长员工和合作伙伴联系 安一省教育工作者大罢工 由于没有达成协议 处于万计的教育工作者 包括监护人就偶尔教育工作者 教育行政和助理人员举行罢工 尽管现在这样做是不合法的 但也将参加全省的罢工直到进一步通知 周五上午8点开始将有多大55000名 教育工作者参加全省范围内的罢工 罢工导致大多人的地区的大多数学校关闭 这些工人属于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他们将在MPP办公室 以及全省其他办公室的地点进行纠察 其中包括多伦多黄湖公园的大型纠察队 预计今天黄湖公园附近将出现交通延误 工会代表表示 他们的罢工可能会无限期的进行 直到达成协议和他们的成员另有决定 汇率和天气预报 11月4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531.1元人民币 明天11月5号的天气预报 沃泰华15度到22度少云 多伦多11度到17度多云 温哥华2度到8度 雨转多云 魁北克16度到21度少云 哈尔加里零下13度到1度有雪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忠心希望你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